日本是世界曲子的长寿大国 日本人之所以长寿 除了与其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 国民自身的保健意识之外 也与它的完善养老制度是紧密相关的 嗨 大家好 今天就来初步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养老制度 谈到日本的养老离不开年金和医疗保险 这两大方面 在日本任何有关这两方面的信息 都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 首先来讲讲年金 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养老金 它主要分为国民养老金和后生养老金这两种 按日本政府规定 所有包括长期在日外籍人员在内 凡居住在日本国内的20到60岁所有的人 都必须加入国民养老金 实际上就是基础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细分还有三类 残疾基础养老金 遗疏基础养老金和高龄基础养老金 这三类 不在公司工作 比如自己开店或是为自己工作的人 都只能获得基础养老金资格 条件必须每个月交纳保险金 大约是每个月一万六千五百四十日元 这个根据每年的物价工资状况大效有一定的变化 而且缴纳保险费至少不能低于十年 这样持续缴纳四十年到六十五岁的时候 就可以每月领取到六万五千日元的国民养老金 但如果收入过低或是其他情况 无法交纳保险费的国民 可以在当地政府申请免交保险费的手续 再来看看后生养老金 后生养老金主要是面向在公司工作的职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还有就是私立学校的教师等等 加入工作单位的后生养老金 也就等于同时加入了国民养老金 与上面所说的不在公司工作职领取基础国民养老金 做自己生意的人相比享受后生养金的职员 每个月平均领取额是14.5万日元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基础年金就为22万日元 形式上就是比国民养金更胜一筹 这也可以说是在公司 特别是大公司工作的好处吧 进入公司就自动加入后生养老金 缴纳方式也是从工资中扣出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拟定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元长到75岁开始领取 日本的养老制度虽然非常完善 但许多人退休后 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公司工作 有的选择一些服务行业或是学校 公共场所住区等物馆行业工作 有部分人选择了一国养老 比如东南亚物价较低 生活有较舒适的国家生活 再来看看日本的医疗保险 日本医疗保险有三个突出特征 第一国民皆保险 医疗保障制度非常完善 只要付国家锁定的保险费 每个国民都能平等的获得医疗护理 就在美国至今都还有许多人 享受不到公共的医疗保险 第二在日本可以用一张保险卡 在日本国内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就医 第三实务福利 只要在医疗机构柜台 父亲折算后的费用即可接受治疗 包括手术 日本的公共医疗保险 根据就业形态的不同 可分为职业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 另外反满75岁以上的人 以后加入的医疗保险 将转为后期医疗保险 首先职育保险 职育保险就是在企业工作的工薪族 包括其家属 船员保险 船员及其家属 然后就是供给组合 辅助工会的国家公务员 地方公务员 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及家属 他们的医疗费用负担都是为30% 剩余的治疗费用是由保险单位向医院 就是医疗机构支付 其次不在公司工作的人 比如自己做生意包括在日停留三个月以上的外国人 都是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手续是在当地的市政厅办理 医疗费用和上面的同样 20%的医疗费 小学生到70岁的付30% 70到75岁的没有收入的人只付20% 然后75岁以上的没有收入的人只付10% 还有一个带附加条件的高额疗养制度 也就是说一个月付的医疗费超过一定金额的情况下 超出的大部分金额由地方政府 以及其他公共团体支付 这种制度就是为了帮助因为患病 而付不起高额医疗费用的人 在日本还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 就是叫介护保险 凡40岁以上日本人和在日外国人都必须加入 换句话说就是长期护理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是由整个社会为年迈而需要 看护的人士提供的保障制度 保险对象是65岁以上的第一号 和40岁到60岁加入了医疗保险的第二号被保险人 原则上到了65岁就可以接受长期护理保险 这里面还按护理轻重分多个等级 根据认定的身体状况不同 65岁以上的人可入住不同的养老机构 或是享受不同程度上的上门护理服务 比如一些日常生活相关的如洗澡上厕所或是吃饭等等 接受服务之前必须向所住区域的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并获得资格认定 还有就是设施服务 比如特别养护老人院 在家服务 来访服务 来访帮助入狱护理 来访康复 医务人员到家里来进行治疗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各个地区政府独自的相关服务 接受服务时需要支付的金额 支付金额的10%到20% 个人承担比例 根据收入情况 家庭成员结构有所不同 有关日本养老制度的大致介绍分享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さようなら